除了价格之外 当然民众也关心品质的问题 在高雄市这位民众投诉呢 他看到某一个厂牌的鸡蛋面 这个面条是黄色的 的确很像鸡蛋做的 但是成分标示 只有面粉跟色素 完全没有鸡蛋的成分 实际早上面条的工厂 业者也坦诚 里面是没有鸡蛋 这个鸡蛋面只是个名称而已 经卖厂架上的面条各式各样 有蔬菜面还有鸡蛋面 不过这个黄颜色的鸡蛋面 仔细看包装 成分竟然只有高级面粉 跟黄色4号的使用色素 根本就没有鸡蛋啊 有鸡蛋啊 会黄黄的啊 可是里面你会觉得 它真的有鸡蛋吗 那我就不知道 我想应该会放几颗鸡蛋吧 好啦 那有可能是 都是加料 加那种什么色素 光看鸡蛋面这个名字 有如蛋黄般的颜色 民众都以为一定有夹蛋 实际找到蜜条工厂 业者说鸡蛋面只是个名字 你台队没有给他钱吗 我们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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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都有加有标准的 你又为什么要给他做鸡蛋面啊 我们这很炸很炸就很炸 就很炸就很炸 为了吸引客人 取名鸡蛋面已经销售四十几年 其实不止鸡蛋面 像绿色的菠菜面 原料菠菜粉排在成分的最后 表示含量很少 另外这款荞麦面 荞麦粉不是主要成分 却取名荞麦面 都很容易误导消费者 那艺者这个鸡蛋面 看成分里面是没有含鸡蛋 这个基本上这个品名 应该要做一个更正 那这个违反的话 可以除了到四万到二十万 现在的民众吃一面 也讲究养生 因为营养的鸡蛋面有鸡蛋 蔬菜面有蔬菜 如果没仔细看成分 吃下肚子的只是一顿面粉 这一期文记博士 刚某柔个小报道